大家好,我是阿瑟 回来了日本艺术和设计的探访 我刚才拿了海报 走了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田中伊光 The Poster 是多摩美术大学第二届海报收藏展 自田中伊光23岁那年设计的 海报起 它运用文字和色彩进行构成 从而早就拥有了自己独有的设计语言 使用印刷技术首次将作者的意图表现出来 并且首次以自己的意图作为创作原点 对海报 同时运用了照片与插画 展开了精巧的创作 让我们体会到这样一位世界级海报设计大师 对于造型设计的美感 从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毕业后 曾在中淵纺组织会社 产经新闻大阪总公司就职 1957年来到东京 就职于诸事会社Light Public City 1960年参加创建日本设计中心 1963年创办田中伊光工作室 其作品系列在西洋的时尚摄影中 融合了日本的传统表演艺术 灵派艺术和服饰会等近代以前的日本美学艺术 成功地形成了一种现代表现艺术 其作品不仅是独一无二的 也是日本平面设计的金字塔 本次展览一共分为六个部分 分别是我们是传统的继承者 也是下个时代的讲解员 我也曾经想过 能否只用文字来代替插画 来制作海报 尝试不断重复壮烈的失败 年轻人必须展开新的思维模式 即便再次挑战失败 我们都应该兼备自由和责任 是否能对内容进行正确的判断 是否能做出美丽的东西 是否具备说服人们的能力 在一生中难道不是只能写一种书体吗 是有审美能力 还有那个人的体制 浑然一体的产物吗 设计对于我来说是能够让社会充满生机 所以通过设计而产出的东西 如果能给人们呈现出像鲜花绽放一样的感觉 那么设计岂不是成功了吗 这次田中一光海报的专题展 陈列了从最初期到晚期 通过155张海报作品 展现出与大师相符的高格调和超盘品位 通过私网印刷和专色印刷被保留下来 完成度之高 是能让观者切实感受到只有平面设计 才具备的创造力和醍醐味